天天女人帮 大王啊 等一下 什么都不要讲 我有件事要办 忘了 不过也很不错 大王你的歌声 刚才小龙老师跟我讲 这怎么样 你觉得 我觉得 真的吗 共振还是蛮好 我就是有感到颤毛染的 因为现在就是 嗓子状况也不是很好 但是我的汗毛 已经被你颤起来了 已经颤起来了 真的吗 那你觉得 我可以去好莱坞 那些地方发展了吗 你很想从国外出道吗 对 因为我觉得 好像国内 我这种不是很好发展 我觉得想试一下 外面的途径 那你今天节目就来对了 因为呢 我们今天节目 请到这些嘉宾呢 都是从海外出道的 哇 海外出道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好 来 认识一下 我们今天的嘉宾 大家好 我是李纯 今天来到这里 非常感兴趣 请请请 李纯 中国籍艺人 2007年 加入日本早安少女组 成为第八级成员 2010年12月15日 正式毕业 回国后 就都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区 是一位青春可人的 摩羯座少女 这位我们都很熟啊 就是幼乖嘛 嗯 哈啰 大家 你好 你给我装什么装啊 幼乖 我 我从伦敦 我从伦敦 这是说在海外出道的女孩吧 导演 幼乖你先出去一下 我也算啊 我是 我是 真的 你怎么在海外出道 我认识你很久 你就是中国大陆 母身图长 看这一下你就跟我不熟了 幼乖 平面模特 早期留学英国 一情像可爱无敌 穿着前辈时尚 被称朝女王 而成为网络红人 是有着中国第一三女美称的 摩羯座小可爱 这也算是国外出道啊 勉强了 它有关系嘛 很好 而且但是幼乖 最近真的发展很不错 它都能接了一部新戏嘛 新白娘 跟这个造型还蛮搭的 对 穿越过来的 穿越过来 很适合 叫各位到底是怎么出道呢 先从全城我们李纯来开始 真的人如其名 对 真的很蠢 你是怎么出道在日本 我之前的话 有参加一个国内的大型的选秀 那很遗憾 但是只是在长沙那个区域 然后落选了 之后呢 日本的制作人 然后到北京这边来的时候呢 就知道 啊 中国有这么大的选秀 然后他就在里边就挑了一些 他觉得还不错的女孩子 然后即在北京这边 开了一个小型的选秀会 那那个时候跟我们说的就是说 如果说你在这个选秀会里面被挑中的话 有机会去日本出道 哦 对 然后就很幸运的 然后就被选中了 嗯 很幸运 那其实你是之前就会日文吗 不会 不会 我所有的日语唱歌舞蹈都是过去之后开始 就是就变成神经病了你知道吗 那很辛苦 那很辛苦因为学日语 我在大学有学我真的很难 那道理来说像你去日本嘛 就是你很难跟那些平常人沟通啊 这个时候不是为了生活所迫 你应该很努力学 所以说人是被逼出来的 然后后来你就慢慢有在学 对对对你到那个环境下的时候 你没办法 因为你出去买菜啊 买东西啊 你要工作跟别人打交道啊 你必须得适应那个国家 那个地方的那个习惯 它的语言 它的一切 西亚你是怎么被选进韩国的这边当艺人的呢 我跟李纯不一样 因为我是上大学的时候 学的就是不是艺术类这样 然后呢 我就是因为一直说韩语 说的还蛮好 然后就可能就是大家都知道我的比较多 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也会就是做那个交流协会的会长 这样很多大学都知道我 然后呢就是有韩国经纪人过来 然后觉得可能就是外形还蛮适合 对对 然后就然后因为我从小就虽然是因为学习比较好嘛 所以就艺术类都丢掉 但是就是觉得还还不错 就是可以就是还对蛮快可以起来这样 然后就把我送到韩国 我们西亚到韩国之后呢 因为你的语言就没有什么障碍了 因为本身语言就特别好 对 又没遇到其他的困难呢 困难其实还蛮多 因为我去那个组合的时候呢 就是那个里面女生第一都比我小 然后他们都已经训练了有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这样 然后所以我去了之后我会感觉到就是心理上会有些压力 然后在年纪上在这个就是说在实力上会这样 然后他们会觉得你是唯一一个外国人 所以是我会感觉 我怎么去融入到这个集体里面是我要做一件事情 要这样对我的工作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如果是他出道比你早 但是年龄比你小怎么办 也是前辈 对也是前辈 对我就会不能对你说错一句话 韩国还蛮在乎这个东西的 对因为韩国人是这样 我们就见面第一句话就是说你几岁这样 这样的年龄 对中国人就会说你吃饭了吗 然后韩国人就会说你几岁